啊耶啊 啊耶哦耶啊耶哦 耶哦啊 我呢我才我呢 來啊 我們現在走到這一段路 你看整個視野都展開了 我們可以從這邊回望我們昨天走的路 我還看到我昨天上的南峰 我們昨天登頂門 起來南峰 可是它今天的雪量少很多 會一直融化 因為我們昨天你看起大霧有沒有 嗯 就在裡面完全看不到那個景觀 這樣看的話就很清楚 而且你注意看哦 在那個山腰有沒有 還有一條路 我們昨天走的有積雪的路 有沒有一條線往上斜上去 哦我昨天有走到那裡 非常非常清楚 接著踢上去的人很幸運耶 對啊 接著上去看的話 就真的很棒 不過我們今天多留一天 也是有代價 可以看一下我們昨天去的南峰 可以在這邊看的話 南峰下面 你看注意看那邊 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天池山莊 有 那天池山莊上方就是南高瀑布 現在看到一些水在流 而且整個古道就沿著半山要走 非常非常的清楚 嗯 這直線很明顯 那我們現在這一段的話就是一直在繞著南花山 然後待會就會到了 光沛巴表 果然天氣好 這個古道 四桌都變得很漂亮 對啊 而且不只這邊的視野好 你看這邊的話 也是一目瞭然 對啊 山下的市區 我們之前看到盧山 清晉農場 還有最遠那座山 看起來其實很灰狂的那座 那個就是守城大山 守城大山 對 這邊看起來很清楚 那我們到 待會就快到仙界了 我想這角度看起來比較多 對對 這一段路是視野比較好 好 那我們現在正翻越中央山脈 這邊等於是能到越嶺道的一個越嶺點 越嶺點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都西兩方 對 我們剛剛來的地方是台灣的西半部 那現在到越嶺點 這邊就可以看到花蓮這個地方 同時兩邊都看得到 那邊就是花蓮 對 那雲海好漂亮喔 對啊 這是你的故鄉 對 花蓮 而且你很明顯可以看到這個 越嶺道 越過這個中央山脈以後 這邊有一條路 一直往下 有 它就會沿著這個木瓜溪 然後一直到同門 然後除花蓮 它到左右可以看到 像這一邊也就是南華山嘛 嗯 這邊就是往明高那個部分 明高山那個部分 是 它到有一個最低岸 那前發就一個光批八表紀念碑 那之前我們來的時候是被雷打壞了 所以那是後來再重新 對 有把它修復 所以這次特別來看一下 好啊好啊 我也第一次趕 我們來到我們這趟行程的終點 光批八表紀念碑 看起來遠方是小小的 結果原來這麼高啊 我們上次來紀念碑的頂端那一節 公落下來 那就散落在這邊 那這次來已經有修復了 已經修復完成了 對 那上面還裝了一個壁壘子 我聽到了 那後面還有字 對 這座紀念碑的正面 就是像東面這一面 是寫的光批八表 那像西面 寫的是利浦名勝 那這個紀念碑 主要是紀念那個台電人員修竹 這個東電西送的高壓電輸電線的工程 來設立的一個紀念碑 對啊我看到你們的電信桿 那個脖子很陡的 所以當年他們要把這東西 爬上來是不容易的 對啊我們走古道 不管是西段或到東段 你都可以看到 你看後面 這邊有這些鐵塔 還有一些書電線 你知道嗎 這就是當時他們 因為東部有多餘的電力 然後把它輸送到西部 所以他們都在崇山 峻嶺之間架設這種鐵塔 還有那個電線 所以這工程是非常好大 很辛苦 那我們現在趁天氣非常好的時候 你可以多花點時間來這邊 瀏覽一下四周的這個風景 非常漂亮 可以往南往北 往東往西 可以看 我覺得這邊地理位置非常好 反正就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山脈 都很清楚 然後這邊東邊的雲海 也很漂亮 一定要到這裡才可以看得到 東邊的雲海 沒有很多 對啊 看到大家這個聖蹲 然後又不太一樣類型的雲 這樣子大跌起來 還好我們今天留下來 賺到一個豔陽高 賺到一個好天氣對不對 對 雖然是第一次登山 然後遇到一些氣候不穩定 但是也是因為這些不穩定的氣候 看到這個大戰不同的面貌 對 只要走就會到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跟你們一起來登山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老天好像有意安排 讓我們意外攀登奇來南風 同時還遮蔽我們的視野 讓我們專心低頭看雪景 感受雪的質地 在光沛巴表月齡點 則是以開闊的視野 讓我們看見雲的變幻 也讓巴奈看見雲底下的故鄉 當然最有收穫的應該是助理阿淵 時機剛剛好的二十秒雲霧聚散 給了阿淵戒煙的決心 在能高越嶺古道上 人遠都能感受大自然的啟示 能高古道走一回 我們也和近百年來 古道上的行旅一樣 真心感謝這一條 溝通台灣東西的優美山境 越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